法官真是个狠人 自己儿子自杀 根本不考虑反思自身原因 却趁机想利用这个机会铲除一击 法官来到警局 宣称自己亲眼所见是杜马斯杀害了儿子 利用人脉关系 篡改了现场所有证据 就这样让干博队长下令 通缉杜马斯 马上电视新闻便播出了悬赏通告 特丽莎几人看到很惊讶 她试图联系杜马斯 杜马斯的手机已经无法接通 特丽莎明白 因为杜马斯跟自己站在统一战线 法官就借此机会对他下手 紧接着国王出现 他搜查了詹姆斯的车子 发现了一大堆追踪器干扰器等等设备 大家都不知道 詹姆斯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国王判断 也许他是来杀我们的 詹姆斯经过抢救 已经脱离危险醒了过来 来不及叙旧 詹姆斯解释了这一年多的行踪 他被迫听从德文的指挥 德文是中情局的黑道代言人 专帮中情局干脏活累活 见不得光的事情 要詹姆斯去委内瑞拉剿灭敌人 作为报酬 他们不会找特丽莎麻烦 但是任务完成后 德文告诉他 中情局查到 有一帮杀手盯上了特丽莎 为了验证真假 詹姆斯按照德文给的地址前去查看 结果发现 真的有一群杀手 在监视特丽莎的一举一动 詹姆斯被他们发现发生了交火 然后受伤逃走 赶来给特丽莎报信 说完这些 看到金发妹在这里 詹姆斯也很惊讶 金发妹非常感谢詹姆斯的不杀之恩 詹姆斯问他怎么回来了 金发妹说 说来话长 以后再跟你说吧 隔壁房间已经吵了起来 国王认为詹姆斯不可信 也许是有人指使他 对付特丽莎 波特选择 相信詹姆斯 国王告诉特丽莎 这辈子只爱过两个女人 一个是我妈 一个就是你 在我心中你 就是我亲妹妹 我一定要保持警惕 守护你的安危 特丽莎很感动 说我们曾经怀疑过詹姆斯 但是我们错了 国王还是决定去调查一下 以防万一 法官带着干博队长找到特丽莎 再次宣布 一定要除掉杜玛斯 因为他背叛了我跟你结盟 警告特丽莎在这个城市 就要听我的 你们以后要乖乖听话 特丽莎准备进军房地产 拥有合法产业 但是他们 看中了一块地皮 两天后就要交款 整整两亿美元的首付款 特丽莎联系了科娃 让他尽快联系纽约堂哥一万 务必这两天吃下自己的货 作为双重保险 波特跟随老唐的时候 认识一个纽约大毒销奥斯卡 准备联系试一下能不能合作 这时 波尔斯带着表弟安吉出现 两人明显来者不善 特丽莎问他们来干嘛 果然 波尔斯指责特丽莎 把大镖交给法官 表示 一开始就干掉法官 大镖和瑞丘就不会死 说完带着安吉离开 波特感觉到 这两个人就是定时炸弹 国王找到詹姆斯 要他带自己去验证一下 他说的有杀手监视 是不是真的 扔给了他一件衣服 让詹姆斯带自己去现场 特丽莎来到纽约 奥斯卡对他的货相当满意 当场提出就要一吨 但是有个担心 他知道 特丽莎在跟俄罗斯人谈生意 怕会惹麻烦 特丽莎解释道 我没说过给他独家供货 当晚科娃就找上门 指责特丽莎 不应该跟自己的竞争对手奥斯卡合作 这样大家都有麻烦 特丽莎却态度强硬地说道 我明早就会离开纽约 你去跟堂哥说 我们不会跟一个不露面的鬼魂打交道 要想合作晚上必须见面 詹姆斯带着国王 来到当初发现杀手的地方 但是这里已经没有了人影 国王开始不相信詹姆斯说的话 突然外面枪声响起 奇瓦跑进来说他们来了 果然大批杀手冲入 国王几人边战边撤 寻找机会脱身 奇瓦发现詹姆斯不见了 国王认为 是他设下陷阱伏击我们 双方的战斗很激烈 小弟被对方一枪打倒 此时 詹姆斯却冲了出来 捡起小弟的枪加入战斗 局势很快发生转变 国王和奇瓦站了起来 很快打倒了几个杀手 结束了战斗 他们在杀手身上 没有发现任何证件 此时的特丽莎接到科娃电话 表示堂哥伊万同意见面 正在赶往会面地点 国王撕开衣服一看 认出了纹身 马上给特丽莎打去电话 我们麻烦大了 这是俄罗斯黑手党 特丽莎刚刚到达见面地点 听到消息大吃一惊 马上要波特掉头 快速逃离了这里 留下一脸懵圈的科娃 特丽莎回到新奥尔良 他的别墅已经重兵把守 波特告诉他 詹姆斯找了一群摩萨德特种兵 从现在开始保护着他的安全 队长阿伟向特丽莎汇报 我手下的人全部忠诚可靠 你绝对可以高枕无忧 詹姆斯告诉特丽莎 这群杀手是俄罗斯黑手的 但是为谁卖命就不知道了 波特断定一定是一万 这时科娃打来电话 表示好不容易安排好会面 你却放了我们鸽子 特丽莎没有辩解 把照片发给了科娃 科娃看了一眼 很疑惑这些是什么人 特丽莎认为是他堂哥派来的杀手 让他转告一万 我们不会再合作 特丽莎过来查看詹姆斯的伤势 还没聊两句 齐瓦过来汇报 法官来酒吧找麻烦了 法官给特丽莎下达了命令 杜玛斯非常信任你 让他配合引出杜玛斯 特丽莎当然不同意 法官表示 你要是不同意 我下一个目标就会把你们消灭 波特建议不能等了 现在就除掉法官 特丽莎说 现在不可以 会引起政府追杀我们 我们要找到法官腐败的证据 把他搞下码 上次给了法官三千万 金发妹在钞票里放置了追踪器 波特已经查到那些钱 流向了哪里 这样起码就知道 法官收买了哪些人 拿到证据合法搞掉法官 杜玛斯被通缉后就失踪了 他的教父接替了杜玛斯的位置 特丽莎见到教父 表示想跟杜玛斯联系一下 我已经在着手除掉法官 让杜玛斯知道我永远跟他站在一边 但是很明显 教父并不相信特丽莎 詹姆斯向波特告别 他认为 特丽莎现在势力庞大 对我很冷漠 应该不需要我了 波特却因为和金发妹脱单成功 以情感大师的身份 指导詹姆斯 你不了解女人 特丽莎需要你 把詹姆斯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每个大毒枭 都有合法的产业掩饰身份 特丽莎的纽约新伙伴奥斯卡 则是热衷于化身托尼老师 特丽莎给他打来电话 那一顿货马上到 但是俄罗斯人可能会是麻烦 奥斯卡让他只管发货 剩下的我来搞定 如果这批买卖成功 他们就凑齐房地产地皮的首付款了 特丽莎接到了柯娃的电话 声称自己在新奥尔良 要特丽莎务必过来见一面 詹姆斯担心是陷阱 但是特丽莎还是决定 听听他说什么 两人来到一家汽车旅馆 果然这里全是柯娃的杀手 柯娃表示并没有恶意 随即打开了旅馆的门 一进入惊讶的发现 这里全是那群俄罗斯黑手党的尸体 正当两人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时候 柯娃掏枪干掉了最后一个 然后向特丽莎道歉 解释这群人都是法官绑架自己的时候 堂哥伊万派出来就自己的 搞不清状况 才把特丽莎列为敌人 现在除掉他们向特丽莎表示合作诚意 特丽莎答应了恢复给他们供货 刚刚回到住所 奥斯卡打来了电话 愤怒地表示自己的理发店 被俄罗斯伊万袭击 特丽莎让她冷静 她马上就去纽约见面再处理 金发妹根据钞票追踪器 找到了法官的合伙人 金发妹惊讶地发现 法官居然准备修议所庞大的监狱 金发妹提出再给她三千万 让她提供法官腐败的证据 没想到合伙人压根不吃这一套 呼叫保镖想要赶走金发妹 波特出现 一招就打晕了保镖 随后将合伙人绑在椅子上 开始拳打脚踢的审问 眼见他们还不交代 波特失去了耐性 随后对准合伙人一枪打中了大腿 合伙人供出来有个硬盘 让他们自己去查 金发妹马上打开保险箱 找到了硬盘 这个硬盘里有几千个少年犯的资料 通过合伙人供述得知 法官通过给这群少年加重刑期 换取政府的高额补贴 多判一年就能拿到四万五千美元 这几十年法官赚了有几千万 怪不得需要建一个大监狱 来关押这些人 波特很愤怒 开枪打死了合伙人 特丽莎带着詹姆斯来到纽约 约见了伊万 但是只有科娃一人前来 伊万从不现身 只让科娃带来一部电话 科娃进入房间才发现 奥斯卡也在这里 特丽莎是来坐和是老的 她让詹姆斯打开一张地图 因为掌控着最优质的货源 特丽莎拥有绝对话语权 她让伊万和奥斯卡评分纽约市场 特丽莎会送给奥斯卡一瓶免费的面粉 作为补偿伊万杀死的奥斯卡小弟家人 但是如果伊万在开战 她会联合奥斯卡干掉伊万 对话全程 通过手机被伊万听见 同意了这个协议 忙完这一切 特丽莎终于鼓起勇气 开口让詹姆斯留下来 特丽莎准备跟法官摊牌 当法官再次傲慢地来到酒吧 问特丽莎找到杜马斯没有 金发妹拿出了硬盘 说出了她这几十年 通过冤判少年犯牟利的事实时 法官明显有些慌乱 特丽莎要求她明早召开新闻发布会 替杜马斯洗清被冤枉的情况 否则会将证据送到联邦调查局和媒体 法官只能选择答应 特丽莎马不停蹄赶到杜马斯的教父办公室 让她转告杜马斯 法官明天会召开发布会 杜马斯可以回来了 法官联系媒体安排发布会 刚刚打开车门 突然冲出杀手干掉了她的保镖 法官惊讶地发现 波尔斯已经在她车里 他们将法官强行带走 第二天早上 菲尼克斯的印第安给特丽莎打来电话 西纳罗亚突然断货了 波尔斯也联系不上 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 新闻发布会开始了 杜马斯也在紧张地等待消息 没想到 新闻突然宣布 法官的发布会取消 并且将杜马斯的悬赏金额 增加到200万美元 杜马斯愣住了 特丽莎也惊呆了 紧接着接到了杜马斯的电话 问她什么情况 特丽莎自己也很懵 明明都搞定了 马上让杜马斯说出地址 他派人去送他出国 詹姆斯表示让我去 我在这里是生面孔 比较好办事 特丽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波尔斯大摇大摆地抱着个箱子 走了进来 特丽莎问她 这几天跑哪去了 波尔斯放下箱子 打开一看 居然是法官的人头 波特马上掏枪止住了波尔斯 这完全破坏了特丽莎的计划 波尔斯一再表示 自己是替大镖和瑞秋报仇 特丽莎知道 这样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果然 齐瓦进来汇报 警察已经出现在门口 波特马上拉起波尔斯 甘伯队长待人已经进入酒吧 质问是不是特丽莎杀了法官 特丽莎当然不能承认 甘伯说道 法官的车看起来 就像是个屠宰场 我会找到证据 把你们一网打尽 还好 没有打开桌上的箱子 特丽莎知道自己陷入了麻烦 愤怒地让他们先把波尔斯关起来 詹姆斯接到了杜马斯 表示 先把你送出国 杜马斯同意了 但是要求詹姆斯 带自己去跟一个人见一面再走 波尔斯私自行动 干掉了法官 不仅引来警察上门 更要命的是 马上吸纳罗亚运输路线 和迈阿密市场就出了问题 这些都是波尔斯单线联系 现在 波尔斯被特丽杀官了起来 无论黑白两道都失联 整个市场乱了套 杜马斯不顾詹姆斯劝阻 执意与教父见面告别 聊天中得知 杜马斯是教父从小带大的 他要拿给杜马斯一袋钱 让他安顿好了联系自己 詹姆斯带着杜马斯继续赶路 但是没开多远 便有车辆跟上 詹姆斯不知道来者何人 只能加速行驶 试图摆脱跟踪 突然警笛声响起 他们才知道 跟踪者是警察 詹姆斯马上冲入路边小路 一路狂奔 然后突然一个急转弯 警察反应不及 一头撞上路边西湖 终于摆脱了跟踪 詹姆斯带着杜马斯来到一处安全屋 这辆车暴露了不能再开 他怀疑是教父出卖了我 除了他没有人认识我的车 连特丽莎都不知道 杜马斯坚决不相信 教父会出卖自己 詹姆斯说 也许他想让你进监狱 这样你的生意都是他的了 波尔斯被关押 由他联系的海关和政府官员 都非常警惕 不敢接触新的人员 不再放行特丽莎的面子 特丽莎明白 暂时需要波尔斯 特丽莎只能去见波尔斯 给了他手机 果然 波尔斯只是打了几个电话 便搞定了一切阻碍 波尔斯又又又一次表示了忠诚 声称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不会有怨言 波尔斯永远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样 这时特丽莎接到詹姆斯的电话 汇报了被警察跟踪的事情 特丽莎也觉得 是教父告的秘 他让詹姆斯等着 再派一辆车过去 没想到刚刚进入房间 詹姆斯便被托马斯用枪指住头 新闻正在播报法官遇害的事情 现在 谁都知道 法官在追捕自己 杜马斯认为 是特丽莎故意这样做 干掉法官 然后全算在自己头上 詹姆斯急忙解释 是手下人私自行动 杜马斯马上猜到是波尔斯 特丽莎住院的时候 他们见过一面 这个疯子谁的话都不听 但是只要不交出波尔斯 自己就是头号嫌疑犯 杜马斯准备独自逃走 詹姆斯让他相信特丽莎 一定能处理好 没有波尔斯 西纳罗亚运输线路就是问题 虽然知道波尔斯野心勃勃 特丽莎还是只能先让他回去 管理好迈阿密和西纳罗亚 不料 此时 干博队长突然进来 逮捕了波尔斯 原来监控拍下了 波尔斯搬运法官的尸体 特丽莎直接说出 多少钱能摆平这件事 干博摇摇头 你企图贿赂司法人员 现在也将你逮捕 干博表示 法官从小就供我上学 你认为我会背叛他吗 特丽莎说 300万美元 此言一出 包括干博和随行的两名警员 神色立马就变了 特丽莎加了一句每月300 说实话 如此的筹码真的很难让人抗拒 干博显然默认了 但是 必须要有人对法官的死负责 你不交出一个人 我们是不会走的 特丽莎已经别无选择 詹姆斯和杜马斯还在焦急地等待 特丽莎敲开了门 杜马斯没想到 他会亲自来 但是紧接着干博队长带人出现 杜马斯眼神充满了惊讶失望 难以置信等等情绪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会被特丽莎出卖 这是一种对人失望至极的心情 杜马斯不再反抗丢下了枪 面对杜马斯 特丽莎也内疚地 不知道该说什么 詹姆斯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觉得这不是自己认识的特丽莎了 波特发现 金发妹 鬼鬼祟祟地来到一处房子 他还担心 是不是被绿了 靠近门前 居然听到了有男人的声音 波特很愤怒 一板撞开了房门 突然发现 只是一个交流会 波特慌里慌张地收起枪 看着大家惊讶的表情 波特手忙脚乱地掩饰着尴尬 金发妹就快当场射死 将她赶了出去 一出门 两人大吵了一架 原来金发妹怀孕了 波特愣住了 金发妹不想孩子 一出生就是毒贩 心理压力太大了 才参加交流会 两人回去商量了一下 特丽莎最近事情太多了 怀孕的事情暂时不告诉她 特丽莎让金发妹去找最好的律师团队 帮杜玛斯打官司 然后约见了干博队长 特丽莎如实告诉她 自己手里有硬盘 可以确定法官的勾当 但是缺少资金往来账路证据 希望她能帮忙查找一下 看能不能从法官的腐败入手 解救杜玛斯 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所有的会面 都被中情局的人用相机 偷偷拍了下来 杜玛斯的教父找到特丽莎 质问她为什么把货停了 特丽莎表示 我只跟杜玛斯做生意 教父声称 你这样会让我的手下饿肚子 这样会带来混乱和不安定 特丽莎考虑了一下 说会咨询杜玛斯以后再回复 这时 詹姆斯带来一个好消息 干博队长发现了一个法官的账本 账本加上优盘 应该可以全盘揭露法官腐败的事实 詹姆斯正在去拿账本的路上 特丽莎稍微舒了一口气 但是 詹姆斯刚刚到达见面地点 凭借和德文的中情局的合作经验 他一眼就看出了 有探员在监视 只能默默地走开 特丽莎来到监狱 想跟杜玛斯聊聊 说出了教父找他公布的事 想听听他的意见 杜玛斯已经对他绝望 表示 我宁可让自己人饿死 也再不会跟你有任何交集 你就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詹姆斯向特丽莎汇报了情况 他很确定是中情局的人 在监视甘伯队长 特丽莎认为 甘伯队长这么容易被收买 一旦他被调查 搞不好会供出我们 他马上决定 吩咐詹姆斯去杀掉甘伯 这个决定 把在场几人都吓了一跳 特丽莎让詹姆斯 把硬盘和账本放在尸体旁 这样就能确保中情局第一时间发现 但是现在还不确定 甘伯是否被调查 也不确定 是否会出卖我们 就杀掉一名警察太冲动 特丽莎表示 不能冒这个险 要詹姆斯马上行动 狱警给杜马斯送来一部手机 接到了教父的电话 对于是否跟特丽莎合作 两人意见分歧很大很不愉快 但是杜马斯坚持 不允许再跟特丽莎打交道 教父没有听他的 马上就给特丽莎打去电话 表示杜马斯想通了 希望特丽莎继续供货 特丽莎想了一下 答应今晚就送一车祸过去 詹姆斯偷偷来到甘伯队长的家里 甘伯悠闲地喝着啤酒看着球赛 詹姆斯发现了账本 掏出毒药 悄悄来到甘伯的身后 但是此时突然门被打开 甘伯的妻子回来了 詹姆斯只好躲进柜子 寻找何时时机 此时的中情局探员也来到监狱 会见了杜马斯 他觉得杜马斯不是凶手 法官被斩首的方式 像集了墨西哥毒贩的报复手段 希望杜马斯交代一下 是不是特丽莎派人干的 齐瓦正在按照特丽莎的指示 装满一汤面粉 让小弟给教父送货 看起来一如既往的平静 詹姆斯还在柜子里等待动手机会 忽然 甘伯的对讲机传来通话 是中情局和缉毒局联合行动 正在对特丽莎的酿酒场突袭 詹姆斯意识到不对劲 此时的波特 正在跟金发妹商量 既然怀孕了 他们的生活太凶险 想把金发妹一个人先送走 金发妹坚决不同意 两人正在争吵的时候 特丽莎走了进来 波特只好说出实话 金发妹怀孕了 特丽莎很惊讶 这时收到詹姆斯的信息 向她汇报酿酒场即将被突袭 波特大惊 里面全是面粉 詹姆斯又问她 是否继续刺杀甘伯 特丽莎让她继续完成任务 随即特丽莎做出一个 让人惊讶的决定 她要主动去中情局 特丽莎带着金发妹 来到中情局 见到了中情局探员 特丽莎声称自己 是合法酿酒商人 但是一直受法官的勒索迫害 法官刚刚去世 没想到干博队长又对自己勒索 所以来寻求帮助 对于这些鬼话探员当然不信 直接拿出了老唐的照片 表示早已经知道特丽莎的身份 此时的奇瓦和波特已经发现 特警队的车已经抵达酒厂门口 小弟送往教父的面粉卡车 也已经被探员们跟上 一旦酒厂和卡车被查获 那特丽莎一定无法脱身 探员声色俱力地让她老实交代 特丽莎沉着冷静坚称自己 就是合法商人 一直被腐败的执法部门迫害 探员看她一直狡辩告诉特丽莎 如果你是合法商人 怎么会有一辆装满面粉的卡车正在送货 特警队已经包围了特丽莎的酿酒厂 奇瓦和波特非常的紧张 探员们也已经追上送货车辆 很快送面粉的卡车就被拦了下来 但是仔仔细细检查一番 打电话向探员汇报 所有的商品都是正规的酒 连一克面粉都没有 原来这一切都是特丽莎的早已制定好的计划 金发妹开始发难 你们毫无证据就滥用职权搜查我们的合法产业 严重诋毁侵害我们的利益 如果再无证据就肆意搜查我们 我马上就会起诉你们 并且打电话联系新闻媒体 一口气说完 和特丽莎离开了中情局 此时 酿酒厂外的特警队打来电话 准备完毕请求行动 探员非常的气愤 但是又无奈 下令取消行动 于是波特和奇瓦发现 特警队的车子 悄无声息地全部撤离 虽然是很不赞成 詹姆斯还是严格执行着暗杀计划 他瞅准了时机 慢慢走出了柜子 躲在甘伯队长后面 准备动手 这时 甘伯起身关掉电视 突然屏幕反射 发现了詹姆斯的身影 刚想去拿手枪 詹姆斯冲了出来 给队长喷射了毒物 队长当场就呼吸困难 詹姆斯又向他嘴里注射了毒药 队长很快不省人事 等到妻子发现异常 詹姆斯已经将硬盘放在了杖本旁边 满怀内疚地离开 很快中情局的人 听到声音冲了进去 完成了特丽莎的计划 杜马斯的教父听到了动静 波特已经走了进来 教父心中有鬼地去摸枪 波特警告他 不要轻举妄动 原来教父眼见杜马斯集团越做越大 想要出山夺取权力 于是他出卖了杜马斯的行踪 报告了警察 又借口杜马斯改变主意要货 骗取特丽莎发货 随后联系中情局告密 不过 以特丽莎的了解 杜马斯是不可能这么快改变主意 于是把卡车里全换成了正常的酒水 果然被中情局搅获 确定了教父就是告密者 波特不再听教父啰嗦 开枪将他打死 波特拿走了教父的手机 特丽莎给杜马斯打去电话 向他原原本本说清了 教父是告密者 中情局找过杜马斯 但是杜马斯并没有出卖特丽莎 特丽莎要他相信 一定会把他救出来 忙完这些 特丽莎才有时间跟波特好好聊一聊 关于金发妹的意外怀孕 这么多年打打杀杀 两人都隐隐约约 萌生隐退的念头 柯娃突然造访 因为一直活在堂哥一万的阴影之下 他也想独立做生意 所以 私自将堂哥生产的一批药丸 倒卖给德国人 本想着下批药丸生产出来之后填补上 没想到堂哥突然要货 让柯娃非常害怕 一旦发现自己私自卖药丸 一定会杀了自己 他不敢动自己的武装力量 怕堂哥发现 想请特丽莎帮忙 一起去找德国买家杜兰特 看能不能高价买回这批货 卖阿密波尔斯的大本营 国王突然来访 波尔斯很好奇他的来意 国王借口从他这送批货 顺便在他家玩几天 虽然波尔斯很起疑 但是平时关系还算不错 毅然热情招待了国王 特丽莎一行人来到柏林 准备要回柯娃卖出的药丸 但是买家杜兰特有个规定 别人必须有昂贵的走私品卖给他 才能同意见面 古董自画药丸等等都可以 波特很惊讶 难道为了见面 我们还得偷一件艺术品吗 柯娃表示恐怕必须如此 于是几人商议了一下 只能先去搞一幅自画 波尔斯带着国王 跟一群美女在歌在舞 国王找了个借口溜回房间 其实他是受特丽莎之命而来 想查看一下 波尔斯是否有一心 国王发现了一个密码锁房间 正准备进入时 被波尔斯发现 国王吓了一跳 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 但是 波尔斯明显起了疑心 特丽莎几人来到 国陵皇家奥姆尼酒店 这里无比奢华 就连走廊都悬挂着放高的真迹 这里就是他们 拿到自画作为敲门砖的地方了 特丽莎开了一间总统套房 金发妹很感慨 一晚上就要7万美元 国王给特丽莎打来电话 目前看起来 波尔斯没有异常 然后告诉他 前段时间 特丽莎让自己放假买的安全屋搞定了 甚至还给他买了一艘游艇 绝对的隐秘和风景优美 特丽莎没有心思管这些 告诉国王一定要盯紧波尔斯 确定他是否医救中心 金发妹和酒店经理聊天 得知最近生意惨淡 老板都准备出售这家酒店了 忽然枪声响起 整座酒店乱成一团 随即丢进一枚烟雾弹 两个蒙面人 举着冲锋枪朝空扫射 然后打倒了保安 砸碎了名画的玻璃 目标非常的明确 取下名画 装进话筒 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短暂 等到警车赶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逃走了 一个蒙面人下车 换起了一辆摩托 很快就消失在巷子里 特丽莎和波特还在路边等待 蒙面人来到了他们的车旁 原来 蒙面人是詹姆斯 就这样光明正大的 抢劫了一幅名画 他们约见了杜兰特的鉴定师 确定了是真迹 特丽莎表示 我还有很多 要求和杜兰特面谈 于是 杜兰特同意了见面 大家来到一所隐秘的仓库 波特和詹姆斯被要求留下 特丽莎和科娃 接受了仔细的检查 被带进了里屋 杜兰特终于露面 特丽莎刚刚爆出名号 杜兰特马上表示 我知道你的名字 然后突然伸手按下按钮 封闭了办公室的大门 接着拿出把枪 问特丽莎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特丽莎说 我想买回科娃的药丸 没想到 杜兰特看上了特丽莎 色眯眯的 要她付出点行动 特丽莎笑了笑 慢慢走向前 突然一拳打中杜兰特的鼻子 然后一把夺过手枪 科娃一脚 将杜兰特踹倒在沙发 特丽莎要她交出药丸 杜兰特已经卖给了阿尔吉尼亚人 特丽莎马上要她打电话联系 很快阿尔吉尼亚人就来到了仓库 老大走下车 很好奇 为什么花大家钱买回去 特丽莎让她赶紧交易 德佩拉前段时间被人杀害 老大和德佩拉是好友 他认为 是特丽莎杀了德佩拉 特丽莎见状不对就要走 老大已经准备掏枪 突然一声枪响 老大当场被击毙 早已埋伏好的詹姆斯 开始用他最熟悉的狙击枪 挨个狙杀对手 仓库已经陷入了慌乱 大家纷纷掏枪射击 波特的双枪 愣声声地使出冲锋枪的感觉 詹姆斯冷静地干掉最后一个小弟 杜兰特刚想逃走 被科娃追上一枪打死 波特冲向他们开来的车 拿回了药丸 科娃确认无误后 大家快速离开此地 既然来到德国 特丽莎趁机想进入欧洲市场 他找来了熟悉的中间人老文 希望他介绍自己 跟西欧最大的佐斯商纳瓦罗认识 这个人生意遍布欧洲 什么东西他都卖 第二天特丽莎找来了经理 买下了这家酒店 经发卖保证可以通过这家酒店 一年至少可以洗一亿美人 詹姆斯经过两天的跟踪调查 佐斯商纳瓦罗的确生意 包罗万象 面粉生意只是他的一种 只要他愿意合作 我们就能在欧洲站住脚 老文已经安排好了见面 特丽莎准备出发 詹姆斯和波特提前来到见面地点 在周围仔仔细细勘察了一番 这里是一片小广场 人员复杂 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特丽莎和老文已经等了很久 纳瓦罗已经迟到了 老文正准备打电话问问 但是无人接听 詹姆斯已经感觉到不对劲 周围人的行踪越来越可疑 杀手已经盯上特丽莎 詹姆斯提前发现了不对 马上提醒特丽莎注意 双方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展开枪战 好在事先准备周全 詹姆斯和波特发动了反击 在一番交战之后 特丽莎击毙了最后一名女杀手 成功脱身撤离此地 回到酒店 特丽莎实在想不通 自己明明没有得罪纳瓦罗 为什么会被他埋伏 这时 纳瓦罗给老文打来电话 这才搞清楚状况 原来在仓库杀死的阿尔吉尼亚人 是纳瓦罗的合作伙伴 纳瓦罗丢下狠话 除非你死 我是不会从你那进货 我会一直追杀你 特丽莎吩咐波特和詹姆斯 却想办法逼纳瓦罗见面 金发妹提前回到了新奥尔良 他们花五亿美元买下的地皮交接成功 已经交给施工队准备开始盖楼 不料 唯一进出那块地皮的道路是私人领地 大门紧锁不准许施工队通过 詹姆斯很不理解 我们现在赚的钱 十辈子都花不完 为什么还要冒险扩张欧洲市场 特丽莎说 我不是为了钱 詹姆斯明白 他是想获得更高的权利 金发妹约见了那条唯一道路的主人 居然是卖给他们地皮的那个公司 金发妹很不理解 你们卖给我地皮 居然不让我通过那条路 那我怎么开发 两个奸商非常得意 很简单 再给我五亿 把那条道路卖给你们 金发妹都快气疯了 奸商的表情分明 就是故意套路 你不买的话 就让你们的地皮闲置吧 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 这么明目张胆地勒索 齐瓦表示 联系特丽莎 金发妹不想让她烦恼 决定自己处理好 老文提供线索 纳瓦罗有一个买通的国际刑警内线 他对刑警非常的信任 波特有点担心 如果我们抓了这个人 我们会被国际刑警盯上 特丽莎表示 不能再让纳瓦罗对付我 詹姆斯决定去抓住他 詹姆斯跟踪国际刑警 到了一处健身房 毕竟是国际刑警 战斗力看上去很强 詹姆斯拿出喷雾 准备偷袭 刑警在换衣服的时候 职业的敏锐性让他发现了不对 詹姆斯还没来得及下手 就被他发现踪迹提前动手 果然 刑警不比普通的小毒贩 一时打得詹姆斯 毫无招架之力 国际刑警VS海军陆战队退伍老兵 两人打得难舍难分 好在詹姆斯这么多年出生入死 实战经验稍微丰富了一些 利用手边可以触碰到的工具 终于成功勒住刑警的脖子 极为艰难地将他勒晕过去 这么多年 这是詹姆斯最艰难的一次获胜 特丽莎带着刑警 来到了他女儿的芭蕾舞学校门口 没想到刑警认识特丽莎 他以前在马尔他调查德佩拉的时候 知道特丽莎的名号 从他口中得知 德佩拉是被自己拐卖的女孩杀死的 也算是罪有应得 特丽莎让他配合自己抓住奈瓦罗 刑警当然不同意 特丽莎没有说话 只盯着他跳舞的女儿 波特掏出了一打钱 放上一颗子弹 让他选择 刑警毫无办法 只能答应配合 金发妹还想着合法解决掉道路的事情 他带着一千万找到奸商 没想低于武艺奸商们根本不同意 而且更过分的是 他们提议金发妹 道路你也可以不买 反正那块地皮 你们也进不去 不如超低价再卖回给我们 原来 他们一直靠这个手段发财 特丽莎买下的那块地皮 已经被奸商卖了三次了 前几任买家都没办法 只能自认倒霉 得意洋洋的奸商还没意识到 这次惹上的不是普通开发商 特丽莎几人来到了约定地方 突然几辆警车出现 将他们包围 波特还以为被刑警出卖 没想到刑警下车以后 抓来了纳瓦罗 终于双方坐下好好谈判 特丽莎真诚表达了歉意 她的确不知道 阿尔吉利亚人是她的伙伴 然后说出了详细的合作计划 本来只是生意 最终 纳瓦罗同意了合作 特丽莎正式进入了欧洲市场 一回到新奥尔良 金发妹就说出了房地产的麻烦事 整个合同就是个陷阱 打官司都没办法赢 现在除了花五亿买下那条路 或者超低价再把地皮卖回给奸商 没有别的办法 特丽莎决定 恶人自有恶人魔 特丽莎约见了两位奸商 很有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 奸商仍然一服吃定你们的表情 特丽莎让他们到里面谈 一进入仓库 又是熟悉的塑料薄膜 奸商哪见过这个 很疑惑 这是什么 特丽莎说 这就是我的报价 面对法律处置不了的奸商 对付的手段 往往是最原始 也是最有效 他们将奸商绑在椅子上 金发妹拿出合同 修改了买入的地皮 包括那条路 奸商还以为 他们是在吓唬自己 没有人敢随便杀人 特丽莎说道 反正我们有最好的律师 你们两个只要活一个 律师就能完成这个修改的合同 奸商还在满不在乎 波特一枪将他爆头 顿时 剩下的一个当场吓傻了 让金发妹过来 他马上就签字 当初有这个效率 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仅仅用了一天时间 奸商就跑完了所有的流程 特丽莎终于获得了那块地皮 包括那条路 随后 波特举起枪 干掉了这个奸商 国王还在监视着波尔斯 这段时间过去 波尔斯并没有异样 得知波尔斯今晚不在 国王偷来了密码防钥匙 准备悄悄看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就回去了 他打开了房门 惊讶地发现 这里全是面粉 本来也没什么稀奇的 但是 他打开柜子一看 这里面都是面粉添加剂 波尔斯把特丽莎的面粉掺甲 一次充好一斤变两斤 达到多出货卖钱获利 国王拿出手机拍下照片 此时门打开 波尔斯原来没有出去 只是故意迷惑国王的 国王认为他背着特丽莎 中宝私囊不太地道 波尔斯摇摇头 我真希望你没有发现这些 随后掏出枪 打死了国王这样领盒饭 波尔斯也明白 这等于对特丽莎宣战了 特丽莎还不知道国王遇害 今天是他房地产开工的日子 特丽莎 詹姆斯 波特 金发妹 全部盛装出席 这是他们合法化的正式开始 同一天 通过特丽莎的不懈努力 杜玛斯终于出狱 李克过来接他出狱 告知特丽莎邀请他出席晚宴 杜玛斯显然是拒绝的 特丽莎邀请了各界名流 政府官员 金发妹 不停地指着他们让特丽莎认识 特丽莎楼盘已经启动 是议会主席发言 非常感谢特丽莎提供的就业机会 以及对福利机构的慷慨捐赠 特丽莎也明白 努力洗白的同时 自己也彻底暴露在公众视野了 哥伦比亚供货商卡利斯没有来 只派了代表出席 这让特丽莎隐隐约约感觉到不安 紧接着波特带来一个人路易斯 自从波尔斯专注迈阿密市场 西纳罗亚一直由波尔斯安排他打理 特丽莎想 趁机拉拢路易斯 慢慢取代波尔斯 波尔斯给路易斯打去电话 趁着特丽莎还没发现 国王被杀 波尔斯准备展开突袭 但调特丽莎夺权 路易斯是他一手提拔 他要路易斯配合自己行动 路易斯很纠结 最后还是同意了 说着说着 波尔斯已经到达了新奥尔良 特丽莎的预感是对的 哥伦比亚代表过来表示 特丽莎发展得过于强大 让卡利斯感觉很不安 卡利斯在欧洲已经有了很多合作伙伴 他不愿意直接发货给特丽莎的合伙人纳瓦罗 只能保证特丽莎目前的销量供货 特丽莎很紧张 准备先从西纳罗亚发货给纳瓦罗 詹姆斯也带来坏消息 杜马斯退回了他的货 特丽莎准备找杜马斯面谈 然后让金发妹通知国王发货去西班牙 波尔斯跟路易斯会合 开始召集人手 准备武器 他要趁其不备一举拿下特丽莎 路易斯很担心 特丽莎的别墅固若金汤 根本不可能攻进去 波尔斯让他别担心 我知道特丽莎的软肋 只要抓住他最关心的人 特丽莎就会自乱阵脚 特丽莎和詹姆斯来到杜马斯的办公室 虽然把他弄出了监狱 但是杜马斯无法原谅背叛 表示永远不会合作 毫不留情面地将他俩赶了出去 刚刚拥有合法产业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金发妹发来消息 他始终联系不上国王 特丽莎也打不通国王电话 他知道出事了 突然枪声响起 特丽莎遇到了埋伏 詹姆斯被几辆车堵住 逼停在旁边 两人已经被包围 特丽莎和詹姆斯下车 跑到旁边建筑里面 詹姆斯让他坚持一下 一边和杀手交换 一边让特丽莎上车 特丽莎边逃走边打电话 他要提醒波特注意 波特带着金发妹 在医院产检 金发妹提醒他 要关掉手机 一直联系不上波特 特丽莎很着急 他知道 波特和金发妹去了医院 要詹姆斯去接他们 这时接到了987瓦的电话 菲尼克斯也出事了 印第安被杀 他们知道这么准确的袭击 一定是波尔斯干的 路上偷袭特丽莎的小弟 向波尔斯汇报 特丽莎跑了 波尔斯马上执行B计划 分个击破 杜马斯拒绝了特丽莎的合作 失去了货源 手下小弟蠢蠢欲动 开始对他非常不尊重 尽管杜马斯一再强调 卖大麻什么的 一样能存活 但是习惯了面粉的暴力 小弟们依然决定自立门户 这可犯了大忌 杜马斯一直想以德服人 看来是不行了 他掏出枪 将这个小弟 接连几枪打死 解决完小弟 杜马斯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 他告诉李克 我不干了 将老大的位置交给了李克 国王一直联系不上 特丽莎给波尔斯打去电话 波尔斯告诉他 国王已经被我杀了 特丽莎悲痛欲绝 发誓和杀了波尔斯 波特和金发妹还在产检 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波特感觉太无聊 出来抽根烟 这时停车场来了一辆车 下来两个男人 波特看了一眼并未在意 随后想起来打开手机 这才看到特丽莎的信息 出大事了 波特马上跑回产房 发现护士已经被绑住 波特小心翼翼地进入病房 金发妹已经不见了 詹姆斯此时也赶到 但是还是迟了一步 特丽莎得到消息 有架飞往墨西哥的包机 有可能是波尔斯 要詹姆斯和波特马上赶去 波特已经急疯了 速度飙到飞起 前往机场 消息是准确的 波尔斯抓着金发妹 正在赶往私人机场 路易斯提前到达机场 正在给妻子打着电话 突然手下被干掉 特丽莎带人出现 问他金发妹在哪里 路易斯表示 不知情 马上就被特丽莎下令 腿上挨了一枪 告诉他 要想活命就老实交代 波尔斯还在前往机场的路上 接到了路易斯的电话 路易斯表示 飞机准备好了 得知了金发妹在波尔斯手里 路易斯突然大叫让他别过来 特丽莎抢过手机 问他 怎么才能放了金发妹 波尔斯说你 很快就知道了 然后改变线路 让他们掉头不去机场 供货商卡利斯一直不露面 只通过代表转达 从现在开始 他们会给波尔斯供货 不再跟特丽莎合作 特丽莎完全震惊了 几乎一夜之间全部变天 詹姆斯告诉他 哥伦比亚供货商卡利斯 是德文的线人 特丽莎惊讶的同时 想到了一个办法 或许德文可以帮上忙 波特心急如焚 逼问路易斯金发妹的下落 但是 路易斯的确不知道 波特已经近乎癫狂 拿起锤子 活活将路易斯锤死 此时 路易斯的手机响起 是波尔斯打来的 对面传来了金发妹的叫声 波特做交易 特丽莎最信任你 你把他带过来 我把金发妹还给你 詹姆斯走了进来 德文一直无法联系 特丽莎让波特同意交易 他要去会回波尔斯 于是 波特开车带着特丽莎 赶往见面地点 波特实在不放心 就算你计划周密 也有可能会死 让特丽莎赶紧离开 由他去处理 特丽莎拒绝了 让我们一起 去救你的妻子和孩子 两人来到波尔斯的地点 波尔斯带出来金发妹 波特和特丽莎准备下车 这时 詹姆斯奇瓦 还有手下特种兵 已经潜入四周 各自就位开始按计划行动 詹姆斯的狙击枪 真实避杀技 通过消音器 准确地干掉了守卫的小弟 特种兵走了进来 汇报大门已经安全 波尔斯提出要求 要特丽莎交出一切资源客户 包括合法房地产产业 办完手续 可以放走他和金发妹 波特骂他痴心妄想 特丽莎缓缓举起手 他手里竟然握了一枚手雷 波尔斯小弟发现了特丽莎的人 双方立马展开交火 听到枪声波尔斯马上警觉 小弟们在拼命 波尔斯却带着金发妹 坐上一辆车逃走 波特非常着急 他怕特丽莎有危险 不让他跟自己去 独自开车去追赶 但是刚刚开出路口 波尔斯的车已经不见了 正在着急的时候 接到了电话 波尔斯说道 我会把金发妹迈到红灯区 让他生不如死 波特已经快急疯了 回头一看车上 问他波尔斯会去哪里 特丽莎沮丧地回到酒吧 没想到 一直联系不上的德文出现在这里 特丽莎问他 是不是他让卡丽斯和波尔斯合作的 德文承认了 是我下的命令 特丽莎问他 想要什么 原来所有的争端 都是中情局挑起的 他们这么逼着特丽莎 只为了他能合作 拒除掉中情局的心腹大患 科娃的堂哥一万 中情局根本找不到一万 因为特丽莎和他是合作伙伴 相信特丽莎能找到一万 只要能干掉一万 一切都能恢复正规 特丽莎彻底明白 所有的非法产业 只是政府机构 随意摆弄的棋子罢了 金发妹被波尔斯小弟 送到一处汽车旅馆 门一打开 就把金发妹吓呆了 这里面三个货 很明显 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善差 特丽莎联系不上波特 非常的担心 目前一团乱麻的情况 他只能打电话给科娃 表示 哥伦比亚现在跟波尔斯站在一起 以后都不会有货了 科娃很慌张 没有货 堂哥一万会杀了我的 特丽莎说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俩 杀了一万 汽车旅馆的小混混 还在悠闲地数着钱 这时敲门声响起 是波特车里那个受伤的小弟 他们之间相互认识 小混混刚刚通过猫眼 准备确定一下安危 不料波特对准了猫眼 将他一枪爆头 随即门被撞开 电光火石之间 波特手持双枪 全灭了这里面的小混混 波特悄悄打开礼物的门 掀开帘子 却没有金发妹的身影 金发妹被一个小混混带着转移 金发妹跟随大家一起这么久 也开始变得无比彪悍 他趁着小混混不注意 突然发难 勒住了小混混脖子 挣扎间 车子失去共振 撞向了路边 波特就出了两个女孩 让他们赶紧逃走 这时手机响起 脱险的金发妹给他打来电话 波特飞速赶往金发妹 两人紧紧相拥 一个大男人哭得稀里哗啦 金发妹安然无恙 大家终于放心了 特丽莎叫过来 詹姆斯和波特 他已经看透了这一行的本质 宣布准备洗手不干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不干掉一万 德文和波尔斯永远会追杀我们 只有干掉一万 钟情局让我们回到正轨 我们再干掉波尔斯 然后想办法脱身 此时 科娃现身 大家正准备去商量一下对策 没想到 科娃变得很怪异 突然支撑不住倒地 詹姆斯凭借经验拉住了特丽莎 他看出科娃被下毒了 就在大家 还在惊讶的时候 科娃已经蹊跷流血 当场身亡 很明显 一万发现了他们的计划 提前下手 必须在一万 对付自己以前行动了 特丽莎告诉波特和金发妹 你们两个现在就走 两人当然反对 特丽莎让他相信 自己和詹姆斯会干掉一万 给两人准备了钱和假身份 波特立马反对 你同时对付一万和波尔斯 你需要我 特丽莎主意已定 命令他们马上离开 波特是一万分不舍 特丽莎坚定地看着他 波特两人只能离开 合作这么久 幽灵一样的一万终于现身 他告诉特丽莎 你利用科娃对付我 我来找你算账了 科娃的女儿萨玛拉 被蒙面人劫走 车上拿下面罩 来人是詹姆斯 告诉他 不要害怕 我们是你妈妈的朋友 齐瓦查出了科娃的死因 她的口气喷雾里 被下了一种军用毒药 无色无味 几分钟以内必死 特丽莎有了一个办法 波特和金发妹 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隐居在一处乡下的小镇 波特依然改变不了职业习惯 把家里布置得像一所军火库 面对和蔼可亲的领居问候 波特依然万分警惕 这让金发妹很无奈 科娃对女儿保护得非常好 特丽莎的程序员 黑进了科娃的手机 才发现了萨玛拉的存在 萨玛拉听到母亲被害 马上就想到 是舅舅伊万做的 她听科娃说过 一旦被害 一定是伊万做的 在这里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 伊万不但是俄罗斯黑手当老大 但她还有一个公开的身份 她是俄罗斯的外交官 根本不可能接近 特丽莎马上联系了德文 德文得知伊万真实身份 也大吃一惊 怪不得中情局一直找不到她 特丽莎说 我们不可能刺杀政府高官 要德文自己动手 德文表示 中情局动手 就意味着两国战争 我们必须找个替罪羊 只要你把它做掉 美国政府可以保证 你是全球最大的毒销 否则就连你一起除掉 没得商量 波特非常担心特丽莎 久久无法入睡 这是院子里传来声响 她慌忙拿起武器叫醒金发妹 自己下楼查看 金发妹睡得迷糊糊的 拿起枪等待消息 突然听到枪响 马上决定出去查看 金发妹的出现 把两人吓了一跳 邻居也在这里 原来此地小患熊成灾 邻居也听到动静 下来帮忙罢了 看到波特两口子 这么彪悍 邻居也觉得大惊小怪了 金发妹明白 波特过于担心特丽莎的安危 都快精神崩溃了 特丽莎和詹姆斯商量刺杀办法 大使馆固若金汤不可能动手 只能想办法引出伊万 特丽莎经过纽约合伙人奥斯卡介绍 联系了奥斯卡的死党大胡子 大胡子拥有一只武装力量 他们早已和伊万争夺地盘积苑已久 两人商量一下 准备尽可能多地 杀掉伊万的小弟 逼他现身 波尔斯由于中情局支持 现在成了哥伦比亚集团唯一的买家 他已经和伊万接上头 保证在纽约只给他一家供货 大胡子召集人手 开始分发武器 他们受伊万压迫已久 群情激愤准备反抗 大胡子向特丽莎汇报 他们已经查到伊万的重要副手 准备袭击他 一旦他回去禀报 就能跟踪他找到伊万 不料 他们低估了伊万的势力 伊万早查到了他们的计划 已经派波尔斯赶到此地 就在打电话的工作 波尔斯带队发动突然袭击 真是出师为洁身先死 大胡子的小弟死伤惨重 大胡子也被子弹打中负伤 特丽莎非常震惊伊万的强大 大胡子认识波尔斯 很确定是波尔斯带人干的 特丽莎很惊讶 这么说伊万和波尔斯联合了 我们丧失了先机 波特身经百战 枪法一流 可是他被这个组装婴儿床给难倒了 一筹莫展的时候 电话响起 波特马上接起 对面齐瓦告诉他 我们有麻烦了 波尔斯和伊万联合了 我们需要你 波特没有一丝的犹豫 波尔斯跟随特丽莎多年 学到了液化可卡因的技术 看着手里的新型可卡因 警察都查不到 伊万非常的满意 波尔斯从墨西哥带来大批人手 只要特丽莎和奥斯卡敢出现 保证他们下地狱 特丽莎已经来到纽约 但是伊万借助外交官的身份 几乎在每个角落都安插了人手 根本不可能下手 特丽莎知道 正面对抗部会有一面 于是 他给伊万打去电话 提出要谈判 伊万觉得很可笑 你根本没有任何谈判的筹码 特丽莎说道 新奥尔良菲尼克斯达拉斯都是我的地盘 我准备洗手不干了 全部交给你 只要你不再追杀我们 伊万想了想 的确没有害住 答应了他的条件 电话一挂就表示 这个蠢女人 死气到了 詹姆斯也知道 一旦见面 就算交出了所有 伊万还是会杀了你 特丽莎看着詹姆斯 这个从一开始就不离不弃的男人 感情再次迸发 第二天一早 伊万打来电话 要特丽莎半小时后 去见面 根本不给他任何准备的机会 詹姆斯准备了一把看似手机的枪 教会特丽莎使用方法 以防万一 特丽莎一直盯着詹姆斯 情不自禁地说出 为了不给特丽莎准备的时间 伊万突然通知他们半小时内见面 于是 特丽莎和詹姆斯 只带了齐瓦和一名小弟前来 伊万小弟检查了特丽莎带来的礼物 收过他的手枪手机 只让他一人单独进入 合作这么久 伊万和特丽莎 还是第一次见面 伊万很绅士地 替他拉开椅子 特丽莎拿出自家产的龙蛇兰 表示 现在是你的了 然后非常真诚地告诉伊万 我所有的产业 全交给你 只换了自己的安心退休 伊万感觉有点怀疑 这么大的产业 你怎么会甘心退出 特丽莎说道 我们斗不过你 你赢了 随后拿出礼盒里的酒杯 倒了两杯酒 伊万非常的谨慎 要特丽莎先喝一口 特丽莎举起杯子 一以而尽 伊万这才放心地拿起酒杯 终究还是大意了 特丽莎笑眯眯地说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伊万当然不会放过他 就算你交出了这些 特丽莎说道 你已经死了 我在你酒杯口上涂了毒药 就是 你杀死柯娃的那种 伊万惊讶间发现 自己已经呼吸困难 鼻子流血 手下发现不对劲时 伊万已经当场暴毙 手下们刚刚掏出枪 枪声响起 波特手持双枪赶到 杀得小弟们纷纷抱头手窜 关键时刻 波特永远值得信赖 詹姆斯收拾完外面的小弟 冲了进来帮忙 波特被一枪打中 马上倒地不起 特丽莎慌忙上前查看 防弹背心救了波特一命 大家马上逃离此地 特丽莎责怪波特 不听自己的 又跑回来帮忙 波特还没来得及解释 德文打来电话 下毒这一招 很管用 美国政府会把这次事件 引导成黑手党内部仇杀 然后给特丽莎恢复供货 他现在 是受美国政府保护的大毒销 刚刚挂了电话 特丽莎就告诉大家 我们要隐退了 波特很不理解 波尔斯还没解决 现在你有政府保护 房地产也已经合法 你完全可以做大做强 特丽莎已经看透了 这一行生死 永远掌握在政府手里 他要隐退去伯利兹 就是国王生前 给他准备的安全屋 掌控西半球的女毒销特丽莎 全身而退归隐江湖 国王生前 为他准备了安全屋 特丽莎带着科娃女儿 萨玛拉和手下来到这里 准备就此平静地生活下去 不料他刚刚来到这里 一支狙击枪 已经瞄准了他 一发子弹破窗而入 特丽莎当场被击毙 开枪的人 正是詹姆斯 时间回到一天前 厌倦了打打杀杀 特丽莎准备全身而退 他把酒厂蒸留场和酒吧 留给了齐瓦 让他做合法生意 退出江湖 随后环顾自己打下的帝国 毫不留念地转身离开 詹姆斯留下来处理一些收尾 这时 德文走了进来 无所不知的他 收到了特丽莎要引退的消息 他命令詹姆斯 去干掉特丽莎 詹姆斯非常不理解 特丽莎只想退出不再有威胁 德文摇摇头 没人能全身退 包括你 于是才有了开头的暗杀计划 作为现场目击证人 科瓦女儿萨玛拉 第一时间就被中情局传唤 她亲眼所见特丽莎被击毙 波特也在探员的陪同下 来到了太平间 亲眼见到了特丽莎的尸体 签字确认后 在中情局探员的全程陪同下 火化了特丽莎的尸体 波特准备完成特丽莎最后的遗愿 把她的骨灰送回墨西哥老家 德文确定了特丽莎的死讯 波尔斯霸占了特丽莎的房子 成为新的老大 他们现在唯一的担忧就是波特 波特还活着让波尔斯寝室难安 德文告诉他 波特即将带特丽莎的骨灰去西纳罗亚 要他派人去追杀 波特和齐瓦回到墨西哥 他们还是联系不上詹姆斯 波特找了昔日老友帮忙 准备偷偷完成特丽莎抛撒骨灰的遗愿 波尔斯找到杜玛斯 虽然他霸占了特丽莎的生意 但是人生地不熟 希望杜玛斯这个地头蛇 能出山当自己的向导 杜玛斯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波尔斯恼怒地威胁了一番 没有再强求 波特来到一处风景优美的山坡 拿出特丽莎的骨灰 撒在这一片土地上 这一切都按照德文的吩咐 被詹姆斯偷偷拍了下来 德文收到照片 与詹姆斯取得了联系 德文认为波尔斯在追杀波特 要不是特丽莎真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 放詹姆斯离开 从此不再联系 想暗杀身经百战的詹姆斯 简直低估了 他这么多年的出生入死惊艳 他刚刚上车就感觉不对 伸手仔细检查一下 果然摸出来一枚炸弹 一打火必死无疑 詹姆斯知道德文不会放过自己 急忙下车 但是杀手已经瞄准了他 开始对他射击 詹姆斯慌忙应战 边开枪边逃走 还是被打中肩膀绑地 杀手上前查看的时候 詹姆斯已经不见 正在疑惑间 詹姆斯从旁边闪出 将他一枪爆头 随后掏出杀手手机 发现里面不但有自己照片 还有波特和金发妹 他马上给波特打去电话 让他小心 德文准备杀你和金发妹 波特慌忙给金发妹打去电话 让他什么都别带赶紧走 去我们约定的地方 如果我们凌晨三点还不到 你就人间蒸发 不要找我们任何人 波特着急去找金发妹 但是他的老友 已经被波尔斯的人抓住 出卖了波特的车辆 金发妹还没来得及出门 德文的杀手已经找上门 金发妹慌忙从侧门逃走 等他开车准备走的时候 邻居发现不对过来查看 被杀手一枪打死 金发妹无比慌张地开车逃走 波特奇瓦路过轨道路口 红灯停了下来 波尔斯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们 不由分说 下车就开枪扫射 奇瓦急忙拐弯 撞开垃圾桶 从小路逃命 但是前方被货车堵住 两人只能下车躲避 杀手们追到的时候 波特奇瓦已经不见踪影 继续逃往美国 金发妹来到约定的汽车旅馆 躲了起来 等待波特的出现 波特和奇瓦刚刚进入美国 由于过分担心超速行驶 被路边的巡警盯上 由于车子砸到石块爆胎 只好靠边停车更换 奇瓦去借千斤顶的时候 刚刚发现他们超速的警察已经跟上 下来检查发现 波特开的车 就是有人报警被抢劫的车辆 马上掏枪 抓捕了波特 奇瓦刚刚回来逃过一劫 就这样波特被捕入狱 没有出现 金发妹非常着急 决定再等一会 但是 德文的杀手已经跟踪到此 拿起枪 就准备行动 等到奇瓦赶到时 金发妹已经不见踪影 奇瓦马上向波特报告 波特只能祈祷金发妹自己隐藏了 波特承认了抢车事实 三四年就可以出狱 其他的都没有交代 波特入狱 由于坚守口风 没有供出一丝不利的消息 德文过来警告波尔斯 不准在狱中对他动手 以防失败 被波特举报大家的步法勾当 波特被德文安排 关押在一个单间 保障生命安全 一眨眼过去了47个月 波特准时出狱 奇瓦过来给他接风 波特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去干掉波尔斯 波尔斯悠哉地当了几年老大 接到了杜马斯的电话 杜马斯声称 波特晚上会来自己的酒吧 让波尔斯给他100万 他来安排波尔斯进入干掉波特 波特隐藏在一家旅馆 奇瓦给他带来礼物 是波特最爱的双枪 但是奇瓦经过调查 金发妹仍然毫无线索 此时门外来了一辆车 是杜马斯带人前来 原来是他和波特商议好 把波尔斯引诱到酒吧除掉 突然枪声响起 波尔斯早已跟踪杜马斯至此 抱着一艇马克庆重机枪 把旅馆打得宛如战场 杜马斯小弟们纷纷负伤倒下 奇瓦让波特先走 刚刚出后门 这里也有波尔斯的人埋伏 波特大声叫着奇瓦的名字 但是这分明就是个陷阱 再不走来不及了 杜马斯和波特只好先逃走 两人意识到 波尔斯看穿了他们的计谋 杜马斯提议先躲躲 波特摇摇头 他决定单刀附会 波尔斯抓到没有逃走的奇瓦 开始逼问波特的下落 说话间波特出现在身后 波尔斯很惊讶 你这时候居然敢来 波特说我就是来一次性解决问题 波尔斯让手下动手 先将波特揍了一顿 掏枪准备将他解决 波特发起挑战 要和波尔斯按照西纳罗亚的传统单挑 波尔斯当然不同意 但是手下拦住了他 波特是西纳罗亚传奇人物 声明远扬深受尊重 如果不接受单挑 恐怕小弟们会不服 波尔斯看着手下们的表情 分明已经不对劲 他知道如果不接受 自己威严肯定大大受损 只好收起枪 接受了挑战 接过手下递来的匕首 也扔给波特里面 两人开始按照西纳罗亚 最原始的手段单挑 虽然波特在狱中也有锻炼 但是毕竟年纪大了 几下就被波尔斯打倒了 波尔斯抄起匕首 一下就将波特的左臂 钉在地板上 波特作为最正宗的老派黑帮 正在为最后的尊严与波尔斯决斗 波特手臂被钉在地板上 他一脚绊倒了波尔斯 忍痛拔出匕首 一下次中他的后背 随即站了起来 拳拳倒肉地抱索波尔斯 然后将波尔斯抵在柱子上 波特近乎癫狂 声称要为国王荷特丽莎报仇 一刀刀刺死了波尔斯 转过身去 小弟们本已对波尔斯不满 加上波特的威严尚在 没有加以阻拦 波特搀扶了奇瓦 走出了酒吧 尘埃落定 波特与杜马斯和奇瓦见面 他递给了杜马斯一个文件带 说 特丽莎以前就想给你的 又和奇瓦告别 从今以后不会再相见了 你的酒吧酒厂生意 也不会被打扰了 说完转身离去 杜马斯打开文件带 奇瓦很好奇是什么 原来特丽莎将房地产 留给了杜马斯 并且留下了足够完成项目的资金 杜马斯很感动 邀请奇瓦一起 合伙完成这项合法大工程 波特按约定来到一处海边 有个小姑娘在玩沙子 波特马上就知道 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果然金发妹走了出来 看到波特喜极而泣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女儿都已经快四岁了 一家三口走向美丽的房子迎接了出来 原来当晚 杀手走向金发妹的旅馆 詹姆斯不放心早埋伏在此 他敲碎车玻璃引发警报 周围的人纷纷出来查看 人多眼杂 杀手没有办法再动手 詹姆斯趁机找到金发妹 带着她离开 波特正在感谢之时 特丽莎也走了出来 这一切是大家早已设定好的计划 终于成功了 当年知道钟情局和德文不会放过自己 唯一的出路就是假死脱身 特丽莎知道 德文会让詹姆斯杀自己 于是安排好一切 当着萨玛拉的面被杀 萨玛拉以为特丽莎真死了 所以真情流露 然后买通了艳尸官和探员 付给他们一大笔钱 伪装了特丽莎的死亡假象 最后乔装打扮改头换面 还记得国王给他买的游艇吗 一直在海边等着特丽莎 带着他安全离开 然后波特拿着甲骨灰 回到墨西哥 走完了流程 没有引起德文任何的起疑 完成了天衣无缝的假死计划 大家全身而退 开启全新生活 从此隐居在海边 有什么事